午餐白白種 你想選哪一種呢 我們準備了政治新聞 國際時事 人文科普 生活心知 給您不一樣的觀點 不一樣的選擇 非碟午餐 銀奶精掌煮 歡迎來到非碟午餐 我是銀奶精 我們今天要聊的這個話題 跟大家都有關係 而且呢我們非常的開心 請到呢 哇真的是美女院長 這是南侃豐澤中醫診所的院長 胡欣萍歡迎院長 你好 院院長長得又年輕又可愛 然後叫院長覺得有點奇怪 那我們就簡稱胡醫師就好了 胡醫師 對啊這個果然是美女醫師 這個胡欣萍醫師呢出了一本書 美女保健室 雖然裡面講的主要就是女性的保養 但是呢 其實跟大家都有關係 特別是呢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呢 作為一個關心選舉 關心選舉 關心台灣的政治 未來的這個非碟午餐呢 我們先請這個胡醫師呢 來告訴大家 我們從這個很中醫調理的角度 非常科學的 來告訴一下我們這些的候選人 因為第一個我想候選人最頭痛的問題就是 選舉場子嘛 要不停的講話 然後對於喉嚨呢很傷 我真的看到好多這個候選人這樣子一場 就選舉跑下來就聲音也倒了 然後各方面這樣都不行了 所以 喉嚨 要怎麼保養 主要的話就是因為我們一直講話 你可能會有一些好氣的狀態 就是你可能會氣比較虛 所以就會開始覺得 講話聲音會越來越小聲 然後喉嚨會覺得緊緊的 所以講話多主要是好氣 對中醫來說的話 不是你聲帶使用不當或過度 都有關聯 你在西醫去做檢查 可能真的像我們這種講話多的 可能就有一些聲帶長鹼的問題 可是要預防這樣的情形的話 第一當然就是不要講那麼多話嘛 但是不可能 所以中醫的話 還有講話的方式也很重要 多少 就是你要用對位子說話 對或者說不要太用力 對 那中醫的話就會用一些補氣的藥 然後再加上一些那種潤喉的一些藥材 然後就可以有保護聲帶的效果 比如說你可以有時候含一些粉光森啊 或者是加一些黃旗 那另外的話就大家很常聽到什麼 羅漢果啊 胖大海啊 或者是麥冬這種 做一些滋潤喉嚨的效果 這樣子你就會覺得 講話會比較 會感覺中氣十足 像那個吃粉光森和黃旗這些 跟體質都 就任何體質都可以吃是吧 大致上我覺得 如果說你真的是很常需要使用喉嚨 就是講話的話 你有時候就是這樣搭配著吃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可是當然還是藥總會有一些藥性嘛 溫熱含涼 那以粉光森來說的話 比較偏稍微涼一點的補氣藥 那黃旗的話 粉光森是稍微涼一點的補氣藥 比較涼一點 對 所以它吃起來其實 你如果有吃過一般的人參跟吃粉光森 會發現粉光森有點微帶苦味 那那個 微帶苦味跟它涼有關係嗎 通常比較涼的藥材都會有一點點苦味 但不是所有的涼的藥 溫的藥都是甜的 就是相較之下我覺得 您說通常帶有涼的 比較寒的 寒性的 它會有苦味 比較容易有苦味 所以黃蓮就很涼喔 黃蓮很涼 黃蓮是寒 很寒的藥材 這樣子啊 對 那黃旗的話它就比較偏乾溫 就是溫性的藥材 所以像女生如果容易手腳冰冷 然後您就是常講話待在這種比較冷的地方 會覺得紅紅不舒服 紅波音是超冷的 對啊 那你可能黃旗就會比粉光森還要適合 對 還是說要把它中和起來 也可以啊 對啊 但是加在一起的話 就更不容易會覺得 吃東西吃這種補的 有時候會比較冷或者是比較燥熱 就比較平和一點 它可以中和那個藥的杏味 那如果說我們一般人 一般人也適合嗎 也適合把這個粉光森加這個黃旗 它就泡成水對不對 嗯 生類的部分的話 泡成水來喝一般人也適合嗎 其實如果說容易疲倦 或者是像公食比較長需要用腦 你很容易覺得累的人 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生類的藥我通常還是會建議 比如說你有腫瘤 或是女生有什麼子宮肌瘤啊 內膜異味症啊 肌腺症啊這種情況的話 還是要稍微諮詢一下中醫師 因為我曾經就有遇過有一位太太 她就是去韓國玩嘛 韓國不是最會推銷高麗生 對 而且是紅生 那她就想說要保養 然後帶回來吃 結果她在吃了一陣子 可能才一兩個月 然後本來沒什麼問題 然後去婦產科定期做檢查 發現長了很多顆肌瘤 怎麼會這樣 而且真的有肌瘤的人吃太多 過多的生是有可能會長大的 當然不是每個人 可是遇過的例子是有一些 所以 她能夠吃到多少 她就算是買一根這個 她就算是買一根那個人參 回來切切 她能 那有多少就能夠會長很多肌瘤 這 她是體質也比較特別啊 當然她應該是容易長肌瘤的人 可是本來可能不會成長那麼快的速度 那因為她可能吃了比較多 對她的身體來說 她可能其實沒有這麼虛 不是需要這麼補 但是她就變成過度的服用 那當然就會有機會 就會讓這些腫瘤問題加腫 那就是說那對於好 對於我們像這個常常使用聲音的 像候選人或者是您從事這方面 其實老師啊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子 那你就說粉光森加這個黃棋 它是像我剛才講的是泡水喝嗎 還是說粉光森是用寒的 然後黃棋是 黃棋就是泡水喝是怎麼樣 黃棋通常是用泡的 那我不會只有加這些啦 會加剛剛講的什麼胖大海啊 羅漢瓜啊 要弄成一大 要弄成這個一大杯啊 就是一點點 它不會你不用抓很多 就是都一點點去 可能泡個300或500cc的熱水 就可以當茶飲這樣子喝 你會說不是單的不是單的不是單一藥材 當然如果你覺得你真的講話講很多 你開始覺得喉嚨比較緊 然後有那種類類的感覺的話 你直接喊一片聲 你會立即有感覺說聲音好像有回來一些 真的假的我從來沒試過 我們可以試試看 對 沒錯 原來有這種神奇的效果 但是就是一樣就是吃這種補的東西 我都會覺得還是有一個量 它不能太過度 我們這種當保養蛋就是有需要的時候再使用 那你講的很重要 那它到底它的量是多少 因人而異啊 你不能夠把它當作是說 是像開水一樣 就是一整天都在喝它 這樣子太多了是不是 但如果你每天都會使用到的話 那那個量就要很計較 對 那比如說你買的是那種一片的聲的話 真的很累很容易疲倦的話 你就每天頂多就一片兩片 我覺得這樣就已經算夠了啦 對啊 那可是到底每個人需要吃到的補的那個效果 需要多補 可能還是要經過醫師評估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說 就算是我今天去泡了一杯 這樣加了粉光生黃旗碰大海之類的 這種的話 你到底可以適合喝多少 要喝到對 多少還是問一下醫生的意見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適合 比較妥當一點 因為它大致上都還是算藥材 它不是像我們去吃綜合維他命 它上面會寫說 成人一天建議幾顆 對 可是因為 藥物中藥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不是像西醫那麼簡單 就是看體重決定劑量 我們還需要看你的體質 到底有沒有那麼虛 虛到需要吃很多 或者是你其實只是一點點虛 你真的就是稍微保養 你就可以有感覺 有比較有體力 或者是不會有那種倦怠感 那真的還是因人而異 而且也不是說 體型比較壯碩的 它就需要吃很多 體型瘦小吃很少 沒有 我們還是要看 對啊 所以人家會說 醫生你為什麼都不幫我 就直接抓一個劑量 大家都可以吃 問題是 臨床上面看起來 大家都是一樣的問題 但是拔起麥來 就是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很難說 你就說 這一定就是每天吃個 一顆兩顆三顆就可以了 對 就不好抓 所以說它跟你的體重 那個是沒有關聯的 它是跟你體質是有關聯的 對沒錯 所以有些人看起來好像很壯 就胖 就是身材可能很壯 但它搞不好很虛 對啊 或者是說它很瘦小 可是它麥拔起來 其實算是 還算氣血蠻旺盛的 它不需要吃到那麼補 這也是有餘過 對 所以就比較難說 一定是吃怎樣就夠了 這樣子 那你以為跑選舉很累嗎 對 那您剛才又說 這個粉光森它可以補氣 對不對 那它可以把這個 把這個 可以一根二顆嗎 可以把這個 茶飲就是 為了顧喉嚨的 同時來顧氧氣嗎 可以這樣嗎 補氣的部分的話 就是那個身內 它本身就有補氣的效果 但如果說 比如說你真的就是 因為跑節目啊 或者是跑場子啊 或是像我們一些 什麼工程師啊 常常熬夜什麼 就最怕就是 肝功能比較差嘛 那如果以這種情況來說的話 中醫就是除了一些 看你的體質 如果說有一些氣虛 當然就是以補氣為主 可是 像這種 比如說要保肝的一些 情況的話 可能還會加一些 比較順氣疏壓 中醫師講疏肝的一些藥材 或促進循環的 讓這個肝臟的 它的功能啊 或者是保養部分 能夠堅固 這樣 對 所以它還是不是說 一個 一個茶飲可以 對 不是一藥打天下 普遍是藥 普遍適用 沒有沒有這麼簡單的這個事情 對 那再繼續請教這個 胡醫師 是 那像 我們看到 剛好這個就是 前一陣子 就是 吳敦義 主席呢 大概中午 大概連桿了五杯 所以大概喝太猛了 所以就使得他在 出席這個 候選人的造勢場合的時候 看起來就不乏不穩嘛 跑拖啊 喝酒啊 也是 也是政治人物 非常非常吃力要應付的 一塊 真的 這個部分有什麼辦法嗎 嗯 一般來說 如果說是 希望可以提升酒力 嗯 這應該沒辦法吧 酒力是 可以經過 常常喝酒訓練的 來練習 酒後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我們一定要提醒一下 對 那如果說你是有時候可能 應酬你怕說 不小心被乾太多的話 有一些方法 確實可以讓你比較 不容易醉酒 或者是比較快醒酒 喔真的嗎 對啊 就是像剛剛講的 我們剛剛講的 比較偏飽乾的藥材 然後就是一些 比較不氣的啊 然後再加上 這些什麼柴壺啊 或是單身啊 這種 有一些梳理乾氣的 我覺得它會有一些效果 嗯 但是 它是會讓你怎樣 是會讓你比較 比較不會有那種 不舒服的醉的感覺 會比較快 回來正常的狀態 那是在應酬前先吃 應酬前先吃 效果似乎 比較明顯 嗯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喝了酒 那 你就很不舒服的話 嗯 稍微吃一點 你就去睡吧 哈哈哈哈 就是這個意思 去休息吧 如果能夠休息是最好啦 如果真的就是 比如說宿醉啊 你想要趕快提振精神的話 那這樣子把這些藥材的部分做一個補充 那你也會比較快回復你的精神 嗯 但是你沒有辦法說喝完酒 我要吃了中藥 等一下立馬就沒有酒醉的感覺 然後再跑下一趟 我覺得還是要給身體代謝的時間 這是不太可能的啦 比較困難 適量飲酒還是對健康比較有幫助 對對對 當然最好就是說 不過就是很 最好就是說能不喝就是不要喝啦 不過好像很多的場合很難很難避免 我覺得還是看每一個 每一個這個政治人物他不同的這個選擇啦 因為我覺得選民也不是說完全不能夠溝通 或者是說因為你每一天在那個在跑突 然後這個跑行程其實已經非常非常非常辛苦了 在這種狀態之下呢你又喝酒 然後可能也沒吃什麼東西 這對這個身體的傷害其實挺大的 當然 真的 那這個會會因為在在這種選舉的這個旺季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問題來找這個醫生尋求這個協助嗎 大概都 你說心情問題嗎 你覺得心情是主要問題嗎 就看到那個支持者的支持率上升下降嗎 還是說像比如說會有一些比較特別的 像是除了像我們沒有一般比較常見的什麼聲音的問題啦 或什麼樣之外就補氣啊或什麼 這大概就是比較一般常見的對不對 大部分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你真的會因為這個選舉的期間的時候 你的病人會因為他的這個支持的對象 的選情的高低來找你求求助啊不會吧 不會但是他們不會主動說出這個問題 但有時候我們可能把賣的時候會發現 你怎麼跟之前不太一樣 覺得你的賣相很緊張 好像心情上面有一些緊繃感 那我就會問說你最近是不是有什麼心事啊 那他們有可能剛剛或許看了什麼政論節目 心情太澎湃 然後就說沒有我剛剛看什麼東西 就有一點點嗯情緒起伏比較大 會啊會啊會啊那個賣相會馬上就會讓我感覺到 所以他們都說不能騙我 自己並不是候選人 也沒有什麼家人要參選 就是光是就是這麼投入的選情 然後對於就會對於這樣自己造成影響 其實沒有其實你們這種心情上面的變化 我們把賣都是感覺出來的 真的啊 對不能騙人 所以我們的言論也要為大家負責任就對了 原來這個選舉對於所有人的影響都這麼的大 這也蠻有意思的 我以為會比較多的像是什麼心理醫師啦 或怎麼樣 這個部分可能會選 不會因為其實中醫師都會 某一種層面也算是加一科 所以我們真的是什麼問題的人都會遇到 那當然他可能最近的心情 並不代表他主要是來求助 是要看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藉由我們跟他相處 或者是看他的身體的變化 感覺出來他最近心情上面有一些 變化 然後就會影響到他的身體的實際上的情況就對了 這真的很妙 您現在聽到的呢 這個這個蠻有意思的 您現在聽到的是南侃豐澤中醫診所院長 胡欣平 胡醫師呢很有意思的告訴我們 就不管說你是不是候選人 可是你如果說你有面對到 不管是有補氣的問題啦 聲音的問題啦 然後喝酒應酬的問題啦 還有呢看選情的時候呢 請大家放輕鬆 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呢 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繼續請教胡欣平院長來跟我們談一談啊 我們從這個中醫整體的調理的角度啊 那如何呢來保健我們的這個身體 我們進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今天呢我們科學大未來 我們訪問南侃豐澤中醫診所院長 胡欣平胡院長 胡院長呢最近 時報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新書啊 美女保健室 胡欣平的全方位中醫條理 不但呢院長本人是美女啊 他也在這本書裡面呢 美女保健室 主要的對象呢是針對女性啊 不過當然就不是說這個女性才看啊 男性也有很多很值得參考的地方 因為主要在講的是整個中醫的調理啊 以及中醫對於我們各種各樣的病征啊 像現在這個季節很容易過敏啊 然後很容易你會發現有一些的這問題 因為很多女性上的問題 當然除了說婦科的這個部分之外 其實世人都有齁 男性也都有啊 所以呢我們今天呢 就請這個胡欣平院長呢來談談 整個中醫條理的一些觀念啊 特別是有些觀念呢 想要跟大家做一些釐清啊 如果說您剛剛呢 有看我們上一段呢 的YouTube上面的 YouTube上面的畫面啊 看我們的這個直播的話呢 您就會發現說呢 我們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們把麥克風呢 稍微調了一下 因為胡院長呢 就真的很美啊 臉太小了 謝謝謝謝 他在上一段 臉被我們的麥克風呢 給擋住了 好 這種院長真的是 非常的有說服力有沒有 美女保健師 不但是讓你變成美女呢 她自己本身也是一個美女啊 院長您是 您是中西醫 您是中西醫雙執照啊 對 好厲害 為什麼是這樣 主要就是求學過程當中 我其實主修是中醫系 但是那個學校的中醫系 是可以雙主修醫學系 長根的啊 對對對 那我是希望說 可以同時有中醫跟西醫的知識 所以我就選擇雙主修 那我覺得這個過程對我的 目前的職業生涯是還蠻有幫助的啦 因為其實蠻多病人他們 你講中醫說 你腎虚皮虚肺虚 嗯 什麼肝火 胃火 心火 他們可能都會只有一些 不勝理解的想法 或者是說 直接把這個中醫講的什麼 肝心皮肺腎對應到西醫的一些器官的部分 對 這個是大家最大的一個 基本上的一個最大的認識上的錯誤 這個理解上面難點是很 對啊 這樣讓他們能夠懂我們講的肝心皮肺腎 跟西醫的肝心皮肺腎 其實不盡相同 是一個比較難的解釋的過程 可是有這個西醫背景的話 那我覺得我在跟他們在對談討論病情 或者是解釋上面的話 相對就會比較輕鬆許多 比如說 對 我們之前常請教您對到底 脾胃不見 就是脾胃的狀況不健康 或是脾虛胃火 中醫有很多問題都是出現在脾胃不好 對不對 然後乾 對不對 那其實像這種脾胃的問題 我們用西醫的術語來說 就是消化系統的症狀 哦 對啊 那你有可能可能比如說 那乾呢 乾的部分就比較複雜 尤其是女生來說 處理乾的部分其實處理到非常多的問題 比如說 西醫的真的乾功能不好 中醫使用的藥也有跟乾會有關係 可是呢 你的月經會不會來 你的睡眠好不好 或是一些情緒病 在中醫都是跟乾有關係 有關係 對 那他的乾不是真的西醫的乾嗎 我們不是只有只吸的乾 但西醫 西醫的乾其實還有 因為他有分泌一些跟我們 腸胃消化時的一些酵素 比如說什麼 就是一些腸胃道的那個激素類 所以有時候我們中醫在講的脾胃功能 還有跟乾會有關係 它是有一些些分類上面的不同 造成說 我們講的這個乾性皮肺腎 跟西醫的乾性皮肺腎 有時候會有一些相關聯 但有時候又不盡相同 會有這樣子的關係存在 所以您說中醫講的脾胃 就是西醫裡面就是消化 消化系統 可是如果比如說像重症肌無力 或者是他肌肉比較軟 沒有力氣 中醫也是用補皮的藥 因為中醫會說皮主肌肉 就是皮的功能好 你的肌肉就會強健有力 所以比如說體力不好 然後或者是說你會覺得 就是肌肉比較軟沒力氣 那你可能用一些中醫的補皮 補氣的藥 你就會覺得肌肉好像比較強健有力 那我們這樣講對不對 就是說 就西醫來講乾性皮肺腎 它很明確就是一個一個器官嘛 對沒錯 那但是在中醫裡面的乾性皮胃腎的話 它就變成是系統 對 它是功能性的分類 所以它是系統 對 比如說 所以它才會跟這個穴道 經絡 對 那個東西才會串聯在一起 對 是不是這個意思 對阿 它的理論的系統其實跟 現代醫學或者西醫學 他們的理論系統是 有一些些不同的 所以大家在理解上面 才會覺得好像有一些困難度 所以說它才會有什麼乾精組哪裡 對阿 然後它是一個系統下來的 對 所以比如說我今天 可能是乾或是哪裡不好 可是我針灸會去確實針在某一個手 或是什麼腳的哪一個位置 對阿 是這樣子意思是不是 那你們在學習的時候 這個理解上面來講的話 不就變得很複雜嗎 不會 就等於說我們就是從幼稚園開始爬行開始 就直接接受兩套系統 所以我覺得在理解上面還算可以接受 就只是說你自己在去西醫跟中醫的轉化的時候 在這中間的理解的組織上面要夠強 不然有時候還是會容易會有一些小混淆 那我請教一下 那個中醫裡面講腎虛 是真的腎嗎 中醫的腎有含西醫那兩顆腎 中醫的腎還有含我們的膀胱功能 還有含我們的子宮跟卵巢功能 還沒講完 還有一些些甲狀腺的一些功能都有關係 喔這樣子喔 因為中醫是說腎是我們一生的根本 你要有腎氣 你的一些元氣才會足 然後你的腎氣足或者是腎的功能是好的 你的生殖功能才會是健康的 就是比較能夠生育 然後腎氣足出經才會來潮 或者是說一些筋骨的部分 也是歸在中醫的腎 然後還有一些小便系統的部分 所以中醫的腎其實它涵蓋的範圍還蠻大的 所以一天到晚都聽到要補腎 因為實在太多東西都跟腎有關係 所以不只是男性要補腎 女生也有 尤其是女生在調月經週期 或者是有一些住運的條理 大家會常聽到我在說你要補腎 或者是很常聽到中醫說 你腎虛 其實就是因為它的意思是說 你的生殖功能比較弱 你的卵巢比較不好 或者是卵品質比較不好 但大家比較聽得懂 可能是剛剛講那種講法 但是我就可能就會在解釋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要幫你養卵 我們要讓你卵巢功能比較健康 那這個在中醫來說 就等於是在用補腎的藥去幫你做調理 否則的話很多的女生聽到說我要補腎 會覺得怪怪的吧 覺得好像聽到說補腎通常都是男性要補腎 不曉得欸 可能台灣真的太常要講補腎了 所以大家來就說我醫生我是不是要補腎 真的嗎 大家還蠻熟的嗎 但是如果你跟他說你可能腎功能 就是腎有點虛 但有些人就會問說 所以我是要去檢查腎功能嗎 我說可能不一定有那麼大的相關性 所以說我們在看那個 所以你們在學的時候在看那個 你們是怎樣 是透過你們的那個圖的畫法是怎麼樣 就像是我們看到那種在中醫診所或什麼的 就是上面有布滿了經絡圖的 那個是指經絡學 但我們還有一些內科學什麼的 脏幅 脏象學 那就會跟西醫的那個解剖的透視圖會很像 但是他只是可能具體先標出一些位置 可是實際上的功能有可能會有一些重疊 位置上面不一定是跟 完全一樣 它的接口圖是一樣的 好妙喔 那心就是心吧 心的部分的話在中醫就是 有這個心 沒錯 有 但還有一些情字上面的部分 什麼意思 就是比如說一個人比較膽小的話 中醫可能會說你可能心氣比較虛 蛤 比較膽小也是個病嗎 蛤 就是說 他也可以補嗎 我解釋一下 可以補心氣啊 有些人確實很容易受驚嚇 他說 就是我別人只要輕輕拍我一下 我都會嚇到 就去收驚啊 但是他可能把麥膳上面看起來 真的會覺得他的 會覺得他的心這邊的麥向會比較弱 那就用一些比較養心 補心的一些藥材 他們確實也會覺得 就是受驚嚇的程度會減少 而且像這種心氣比較弱 有時候晚上也不好睡 他可能容易會驚醒啊 或者是覺得自己比較淺眠 這樣子啊 欸 好有趣喔 好 那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是說 就是如果原來西醫的 對 就是要跟大家搞清楚 西醫的這個心肝肺腎皮 對不對 皮腎肺 隨便 跟中醫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是說 常常有的時候 在你去看中醫的時候 中醫常常會說 你這個生個什麼什麼什麼病 你這個已經開過刀了 就不行了 真的這樣子嗎 這什麼意思 您沒有聽過這樣 沒有病人來跟您說過這樣講法嗎 就比如說 他可能有癌症 或是什麼樣 然後就說 你要在沒有開刀之前 就去給什麼什麼什麼醫生看 但開完刀之後 你什麼東西就被破壞了 所以你這樣子的話 你再來找我沒有用了 不會耶 就這個 我們目前的話 比較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尤其我覺得 像有一些腫瘤問題 他如果是癌症的話 他有可能 他的病變的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西醫的手術切除 或一些化療放射治療 這個還是很必須 可是中醫是可以輔助 輔助什麼 輔助他們的白血球 比較不容易掉 免疫功能要好 然後或者是 他可能在接受化療 或者是放射性治療的時候 他產生的副作用太大了 他可能覺得一直吐 他沒有辦法再繼續打藥 或者是說 他的那個因為放射治療 產生一些 什麼這邊乾燥啊 或者是皮膚不舒服啊 或者是說 口乾舌燥情況很嚴重 那這種中醫是可以讓他比較舒服的去度過 他在西醫接受治療的這個過程 但是我個人是不主張說 你有癌症你不用去開刀 我這邊幫你治療就好了 主要還是 我覺得跟我的那個求學背景 專業 還是很有關係 對對對 您跟您專業上面的認知上面 它是違背的對不對 對對沒錯 看多好您現在聽到的是 南侃豐澤中醫診所院長 胡興平胡院長啊 就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一個說法 謝謝 對然後還有就是說 我看到您在這個書上啊 這個美女保健室 嗯 時報出版社出版這本書裡面 胡院長也提到一些很重要的啊 像剛才 呃 他是說你一些西醫 你必須要去由西醫去 快速的去解決你的一些 病征 嗯 跟這個的問題的 像比如說cancer這個 你要趕快去去診治啊 嗯 另外還有就是說 你如果說遇到像什麼尿道炎啊 膀胱炎啊 這種屬於發炎症狀的 的話 你必須要吃這個抗生素的時候呢 你也要把它吃 吃到滿吃到好 對不對 這個這個常常有的時候 有一些我也不太知道 就是說有一些人 他們可能會覺得說 是是不知道是擔心什麼 然後常常會就是 不想吃 或終端用藥 對對對或者是說啊 我不想要吃太多這些的西藥 它可能會有些什麼樣的副作用 所以呢我要去求助這個中 你覺得這些觀念上面 可能都有些混淆對不對 嗯 我覺得還對 一樣是要分疾病 像你剛剛講的一些感染性的問題 比如說肺炎 或者是細菌性的腸炎 對或者是什麼膀胱炎 腎臟炎 那有些人他 我最不喜歡的是 你明明吃抗生素 醫生已經開給你這種殺菌的 然後你吃到一半 你就想要自己中斷 可是這樣子以西醫的認知來說 是非常不ok 因為它會產生抗藥性 你可能這些菌你根本沒有殺完 但是你因為你中斷用藥 那些菌會變得更強壯 那你之後要用更強的抗生素 才能去殺掉這些菌 然後用到最後是用越強的藥 但是越沒有效 而且這樣子其實 就是我們環境上面的細菌會越來越 越來越強壯 對 那你能夠用的藥物會越來越少 這就是西醫說的一些抗生素治療 為什麼一定要有一個療程 這原因是在這邊 那中藥能不能治療這些細菌性感染的問題 我認為是可以 可是呢 因為藥量上面的量需要足 劑量上面是需要夠的 然後再來的話是 吃的時間有時候 比如說它的這個感染的問題 一開始其實是很嚴重的 嗯 那你又希望能夠快速去 讓這個殺菌效果是夠好 那抗生素就直接是殺那個菌啊 可是我們中藥不是說 啊你是膀胱炎 你是什麼大腸感菌 我就有大腸感菌的殺菌藥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是用一些清熱解毒 或者是針對那個丈夫 剛剛講什麼肝心脾肺腎的一些 清熱或者是消毒的藥 去讓他的這種發炎的情況是可以緩和下來 那他當然使用上面有可能在前面的時候 有些病人他沒有辦法支持 他會覺得前面還是有點痛苦 為什麼吃中藥好像會有點效果沒有辦法那麼快速 是因為我們不是針對性的殺菌 可是我們不是不能幫他改善 只是說我們在用藥的劑量上面 或者是在使用的藥的這個時間上面的話 是需要一些些時間 當然還是有很多病人他們 比如說比較反覆性的發炎 他真的覺得吃抗生素一點效都沒有的時候 中藥效果還是很好的 是 所以我沒有說一定不能 吃中藥一定沒有效 也不是說一定不能吃抗生素 只是你在治療上面 你如果已經 他有輕重緩急啦 對啊你如果已經選了抗生素了 那麻煩你還是要把那個療程跑完 那你如果中間你覺得你這個效果還是有點不夠理想 或者是你希望可以以後不要一直很容易有這種發炎的問題 中藥的調理真的還算是蠻有效的 是而且就像這個胡錫平院長呢 在他這本書美女保健室裡面提到的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像中藥他的這個治療的這個療程 他除了症狀的緩解之外 他有一個很重要 他其實在提升你整體的免疫力啦 他去改善你的體質 提升你的整體免疫力 所以他會是一個綜合的一個調理啊 對 而不像就是說西醫 他就是一個症狀上面的一個解決啊 那中醫他可能需要的時間比較久啊 吃中藥時間可能比較久 可是他對於你整體的這個抵抗力提升來講呢 他免疫力等等提升來說會有幫助 您現在聽到的是南侃豐澤中醫診所的院長 胡錫平胡院長 胡院長在這個時報出版社出版了一本 我們先進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今天我們在科學大未來請到的是 南侃豐澤中醫診所院長 胡錫平胡院長 胡院長在時報出版社呢 出版了一本書 美女保健是胡錫平的全方位中醫條理 我再說一下 因為這個院長他的這本書裡面 提到不管是過敏啦 然後睡眠不好啦 等等這些的問題 其實男生女生都有啦 所以他不 他當然很針對性的 對於女性的很多的問題 特別是像這個月經的問題啦 生產的問題啦 不孕的問題啦 講女性的不孕的問題啦 然後更年期的問題啦等等 胡醫師在這方面呢 非常的這個專長 但是呢 像在其他的 不管是說長痘痘啦 有斑的問題啦 像這個很多人覺得口 對消化系統啦 餵食道逆流啦 我最近還在這邊餵食道逆流 餵食道逆流啦 睡眠不好啊 這大概是很多這個現代人的病 那其實您要提醒大家的 第一個就還是 也不要就亂聽別人的什麼偏方啦 就是還是要找這個中醫師來診斷一下你的體質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您說在 其實我在想 在這個 其實有最多找你的來 第一個就是大家想要瘦 對不對 瘦是一個 然後 現在是 最近呢 最近有比較多的更多的是什麼問題 睡眠不好嗎 對啊 就是最近突然換季比較明顯 過敏 對第一是 氣管過敏或者是鼻過敏的病患 他們發作的情形會比較多 然後 最近可能今年真的冷的比較快 我發現 就是頭髮突然覺得掉多的 還有突然 真的是突然 就是昨天還好 今天就開始覺得他沒有辦法入睡啊 或者是突然睡得很差的病人是比較多 真的啊為什麼會這樣啊 就是主要還是因為季節交替的關係 我們身體的一些治癒神經會產生一些失衡的狀態 嗯 那就會開始出現剛剛講的什麼睡眠障礙 或一些 嗯 就是 落髮的一些問題 嗯 那那個鼻過敏或者是氣管過敏 當然就跟氣溫下降會有關係 嗯 對大概是這樣 我也是 我是睡眠不太好的人 嗯 像這種的話 他用 他的這個 他的那個中藥的這個條理上面 來講的話 嗯 他會不會 會不會是要吃一輩子的藥 我覺得中藥常常有這種感覺 就覺得 是不是Ever forever 嗯 因人而異 說實在的 嗯 有些人調了一陣子之後 這個一陣子不一定很久 他有 有的人真的 我見過最快 他覺得我今天幫他看 他才回去吃藥一兩天 他就覺得他的問題被解決了 嗯 對 可是他不吃是不是就 不會 不會 不吃就固態附盟不會啊 不會 就我還是會當然會請他 慢慢的把那個服藥的一個劑量跟頻率減少 他比如說他可能回去 一開始調養的這個吃藥的頻率是早中晚 那如果他覺得好很多 那就吃早晚 嗯 那再更好 因為如果他是看睡眠問題 那就是只剩晚上 然後可能再過一個禮拜 他也覺得都很好 然後說那你可以試著不要吃藥看看 嗯 那不吃藥之後 欸有些人他真的就還蠻好 六七成的人真的在我決定他停藥之後 他是真的可以一段時間都還蠻好的 就是三個月啊一年啊 甚至有些人真的更久之後來找我 但是是別的問題 他原來問題已經被解決了 嗯 那可是有些人 嗯 有可能是他真的身體比較敏感 他對於環境的變化實在是反應會比較劇烈 那當然服藥時間就會很長 從中醫的觀點來講的話 嗯 比如說像那種睡眠不好啦 或什麼 他是是是是怎麼樣 嗯 睡眠不好 第一個剛剛講我們如果心氣不足的人 比較容易也有可能會有睡眠障礙 第二個是有心火的人 也有可能會有睡眠障礙 那這種換季或者是說 有些人是金錢 比較容易會有一些睡眠問題的 就比較多是剛剛講的 就一輩子不能解決啊 那是一個要養肝的過程 啊金錢為什麼跟肝有關係 嗯 因為呃女生的部分的話在 呃以西醫的說法的話 是因為我們在月經週期當中 我們的雌激素跟身體的荷蒙 它會有週期性的高低變化 那因為這個雌激素的濃度的 在金錢會稍微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可能會就會覺得心情不好 睡不好 或者是就是有一些金錢症候群 可是中醫來說的話 這個部分很多都是因為肝氣不順 或是有一些肝火的情形 造成你的金錢症候群 所以中醫就會用一些薯肝啊 清肝花啊 養肝的方式去調 但這個對於很多女生來講 金錢症候群真的很難處理 嗯 但是那更年期之後 更年期之後 又會有更年期之後的問題 更年期之後的問題 更年期的時候一定要好好調 嗯 所以你還沒有完全停經的時候 你可能就已經會開始出現一些 很像停經的症狀 比如說熱潮紅啊 嗯 或者是哎一樣睡不好 嗯 或者是說他可能會有一些突然發生群馬症 有些免疫系統開始出現大亂 或者是一些什麼長照症啊都會跑出來 嗯 可是你如果在還沒有完全停經的時候 你就用一些調理的方式去緩和這些症狀 嗯 那其實蠻多女性都會覺得 他真正停經了之後 他的問題並沒有被假中 嗯 反而還是就是覺得人是舒服的 哦 所以說還是很很重要的就是在 有有遇到問題的時候 還是要找醫師對不對 還是要找醫生呢 做這個專業的這個診断 嗯 然後我覺得這個醫生在這裡面呢 提到我想很多人都很想要的 呃就是說 瘦身 對 瘦身現在開始瘦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可能請醫生用一點點的時間來跟大家講 現在開始瘦 嗯 您有些什麼樣的 呃一些很 很關鍵性的這個步驟要提醒大家 你說除了埋線啊 嗯 或什麼樣之外的話 飲食的調控 會有什麼特別的要注意 注意的一個地方 嗯 要瘦就是你的身體消耗的熱量 要比你吃進去的熱量還要多 所以你要消耗多 攝取的少 你才會有機會瘦 所以 最簡單最簡單的就是要少吃多運動 但是你不能吃的太少 你要吃的均衡營養 意思就是說什麼麵包啊 麵食類啊 或者是 什麼鍋貼水餃啊 我覺得這種東西很容易吃太多 但是又沒有飽足感的 那你就要減少這種東西的攝取 你可以吃比較多的雞胸肉啊 或者是蛋啊 或者是一些比較豐富的蛋白質的食物 那讓你的身體的熱量攝取是夠的 但是並不會產生脂肪 那其他的話當然就是搭配足夠的運動量 這樣子的話才有機會 是 那院長就是大家來找您的時候 就是希望尋求一些比較快的方法嘛 然後其他你說中醫的方式嘛 對 中醫的方式的話 我們就會用一些也是藥材的部分 草本的部分 去讓身體的新陳代謝量可以提升 哦 這樣子意思就是說 讓你身體能夠消耗的熱量 還是是變多的 當然你的那個減重或者是瘦身的速度 就會比你自己做的時候還要再好 然後有效果 就是醫生幫你加把劲就對了 對 但是你不能說你就因為你想要用中醫的方式 或者甚至是西醫的方式去做減重 然後就忽略我們最根本 大吃大喝 對 那還是會沒有用的 是 非常謝謝南侃豐澤中醫診所院長 胡欣萍這個美女這個胡院長呢 今天來跟我們分享啊 他的這個經驗也會幫大家呢 澄清一些的觀念 謝謝胡院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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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個 subscribe 的 了exp 感谢观看